据尼日利亚高级时报14号报道 尼日尔军政府发表声明 宣布将以叛国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 起诉再押总统巴祖母 声明称 巴祖母与外国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的往来 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尼日尔军政府已收集证据 将向尼日尔和国际社会有关机构起诉巴祖母 及其在尼日尔境内外的同盟 美联社14号报道称 与总统巴祖母及其政党关系密切的人士表明 巴祖母及其家人 住所的水电已被切断 食物也即将耗尽 巴祖母的支持者 数周以来一直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 恢复这位民选领导人的权利 现在他们又提出一个更简单的请求 拯救他的生命 当地时间13号晚 尼日尔军政府反驳了这些报道 并指责西非政界人士和国际组织 煽动虚假信息运动 抹黑军政府 军政府发言人阿普杜拉·马内 通过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称 存在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名义 针对军政府的虚假信息运动 试图破坏任何通过谈判 达成的危机解决方案 尼日利亚新闻起源电视台14号称 与尼日尔政变军方领导人 齐亚尼会面的尼日利亚 萨拉非运动组织首脑 巴拉劳发表声明称 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 尼日利亚抨击报报的称 非盟和平与安全抵视会 当地时间14号在埃塞和比亚首都 亚地斯亚贝巴举行会议 商讨尼日尔最新局势 及和平解决尼日尔问题的方案 据尼日利亚抨击报报道 该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则呈各个部门负责人 汇报有关派遣军队 进驻尼日尔所需资源的信息 报道称 尼日利亚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下令 各部门起草并汇报 有关所需军事资源 包括部队人数 装备和军费开支 一些尼日利亚民众 也向《环球时报》记者反映 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边境附近的 科索托地区 近日出现了不少军车和士兵 但据尼日利亚军方人士透露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住所科托州陆军第八师 为确保该地区安全 加强了战备级巡逻 另一方面是第八师 正于其他部队执行轮换任务